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自定了一个简单的Smart 对不对 只是让大家看到模板和PV程度之间是怎么通信的 怎么编译的一个过程 对了解模板引擎的内部构造很有帮助 但是咱们的例子实在是太简单了 也就是模板里边只能放编量 对不对 如果我给模板是一个数读怎么办 对吧 模板里边需要一些逻辑处理怎么办 对不对 是不是就稍稍复杂一些对那咱有一个升级版的就是在刚才咱们的例子基础上加了一些代码 出类的一个代码不多去了住室有几张代码 看到了吗 就这样的一个模板引擎 比原来的功能多一些 那咱们用一下这个 让你了解一下 模板引擎中PPP怎么用 那美工怎么用 知道吧 为学Smarty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那我们看一下都加了哪些功能 首先呢 我们目录可以自己切换 在这时候可以自己改变 看到了吗 只要改变属性 目录名你改成什么名 你看这是公有的 你可以直接改直的 对吧 用这个Smarty对象 然后呢 把目录指定自己想要的路径 然后左右两个的定件符 不仅仅是大括号了 又有尖括号了 后期将Smarty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 改成什么符号要合适 对吧 记住咱们这个定件符 是用尖括号大括号了 然后其他没变 像这稍稍优化一下 判断那个值 变量不会空的时候 我们枪往里放 对不对 这个Display差不多 最主要的就是替换这块 对吧 原来我们只替换一个 只将什么 模板中的变量 替换成PPP这种输出变量 对吧 现在你看 我们这么一幅一卷 看到这一幅了吗 对不对 可否则结束关闭得事 这儿的衣服 你看 衣服一卷 对吧 关闭标签换成大块号 对不对 然后还有否则如果 还有否则 有了这些 我们在模板里边 就可以使用分支结构了 不用担心 用法很简单 对吧 对 然后这有FullH 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里边 模板里边用loop循环的时候 就可以变成我们的FullH 对吧 而且FullH还可以指定下标出来 对不对 我们下边还有一个loop 对吧 这有个杠等号 看到了吗 也可以指定下标的 也就是FullH的两种形式 咱们都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英可路的包含 这个英可路在模板里边 什么英可路的包含 我们这就有一个包含 对吧 大家 你如果非得想了解 它是怎么实现的 你可以看看这个证则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咱们只需要会使用内部结构原理 就可以了 那么看一下 咱们介入这个 做一个什么呢 这里就是我们想要的 最简单的模板 对不对 对 我们看一下做一个什么 首先 我们想做一个例子 有PAT程序 有模板 对不对 这话 TEMPLATES 我把模板放在这个幕上 行不行 行 然后我把 组合后的文件 TEMPLATES 下游戏机 放在这个幕上 我就不用改变属性了 因为这里边的属性默认指的 就对了 对不对 然后PRP程序 我就叫做 TES.PRP 可不可以 对吧 然后打开 这个就写我们PRP程序 然后在模板里边 我们就做一个 比如说 TES.HTML 你叫什么后置名都行 TPL都行 对不对 因为跟它的后置名没关系 它是被PRP程序包含进去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就叫TES.TPL 模板文件 对不对 现在有PRP文件有模板文件 咱们写一个什么例子 前边咱们写过增判改查对不对 对 咱们查取一个表 然后既用PRP查 又用模板显示 做一个这样的程序 好吧 好 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库 哪个标比较合适 打开名字行 这里边有这么多表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好像 users 那个表 里边数据比较多 这个对不对 有 ID Email 名字 密码 年龄 性别 对不对 有这么多值 对吧 咱们把这边变成出来 首先我现在需要写的 就是什么 PRP文件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两个人写的话 两个人可以一起干活了 他们俩约的好 都显示什么变量 比如数组 什么格式 对不对 对 分开 假设是约是约是好的 对不对 现在假设我作为一个PRP成员 我这该写什么 对吧 我现在是PRP成员 我现在需要先连接数据库 对不对 pdo等于 new pdo 就解写了 然后这写了 myseeker 帽号 host等于 logl host 然后db name等于信说 PRP 对吧 我们先写完 这一个文件 然后连接数据库 下一步是执行色语句 对 那就是 老师法 tmt等于 pdo 里边有一个PRE PRE 执行 查询 slide ID 名字 密码 性别 年龄 email 对吧 然后 然后我们从 user 四个边 里边 有个排序 ID 好吧 然后我们执行完 这个 这个只是准备执行 对不对 对 用这个 pse cot 执行 对吧 那执行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是不是就有这个数据了 dk 数据就等于 stmt 里边 比如说 fet ch ar 获取所有的 对吧 咱们按 fet ch ssoc 按关键数据 获取所有的 对不对 这会儿就获取数据了 就有data 对不对 对 我们把它扔到前台去 扔到前台去 我们就得进入模板引擎 才值得加在哪个模板 给哪个模板扔 是不是 所以 先包含 这个模板文件 smart class p 这个文件 然后 创建 smart对象 等于 你用smart smart 对象 对吧 有smart 对象 然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数据 怎么搭 对吧 smart smart 等于 我是等于 里边 asi 塞基 对吧 然后里边用什么 对 起个变量名 我就用了users 行不行 对 把这个data 这个数据 是不是users 这变量门扔过去 然后加在哪个模板显示 你不用指定目录名了 smart 里边有个 display 是不是咱们 目录在smart 已经指定好了 对不对 哪个文件 task tpr 我没叫atmr 对不对 叫什么名都行 当然了 我不光是分配这个 我既然有这个 数据不一定举一个 对不对 他给分配很多 smart 比如说 分配 假如说有一个标题 对吧 这话就是 这是一个data 演示 对吧 比如说 我还可以 分配 假如说分配什么 一个作者 作者 假如这是 风格和妹子写的 风盘的妹子 随便写的一个 好吧 分配三个变量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和用模板 像这一块和这一块是用模板代码 中间是获取数据库的代码 对不对 所以作为一个pp成员的话 只需要归这些知识就差不多够了 对不对 其实就在用一个类的属性的方法而已 对吧 所以pp语法是没什么需要学的 现在pp作为pp成员了 它的成员起来了 对不对 约定好了 有这么几个变量 一个速度 两个变量 对吧 美工人员到美工人员开始写这面 对不对 他开始设置页面 他觉得 一级一面二级一面应该有公众的头 公众的尾 对吧 所以 他在这里边定一个 Headr.tpr公众的头文件 又定义了一个公众的fotr.tpr公众的尾文件 对吧 在头文件里边呢 他可以写上htmr Headr.tpr公众的尾文件 Headr.tpr公众的尾文件 C1072 这块 接上 随便来几个锦号 中间 对 接上 这样的大号 是不是又分辨了 一个铁轴 对不对 然后 尾文件在结束 Body 在结束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模板 是所有模板 假如用到头和尾 都用这两个 对不对 那就不用写了 Tice里边 我们这里边只要怎么的 看一下 用我们这个模板语法 里边有个 英可录的 对吧 不是P2P的语法 是模板 提供的真实 对不对 模板里边就提供 最基本语法 所以呢 随便的一个美工 稍稍看看 是不是就会了 对 你告诉他 这个固定代码 你写哪文件 就是 对 就是哪个 就包好哪个模板 是不是 这块写上 英可录的 英可录的 FOTR点TPR 对吧 有这样的语法 会给我们提换成什么呢 看那个smart文件 我刚才写的英可录的 对吧 英可录的什么文件 括号里边 是什么文件名 就换成 包含 这个目录下的 这个指定文件名 对吧 模板目录下 那现在是不是 当天都是模板 目录下 都是这个目录下 是不是就包含进来了 把文件考译进来了 我们试下好不好试 好吧 我们只需要访问 TES 点 TRP PDO异常 访问拒绝 顺序 用户名 入脑 错误 我们打开看一下 重新看一下 没少两个参数吗 一个用户名 Root 立马 123456 对吧 这个没加 所以出错了 收听一下 出现了一个 级别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重新写 这个 这个文件 TES 点 PRT 对不对 然后 我们运行 这样 模板 它不存在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因为里边什么 我们也没包含呢 不对 我这里边 有 应该是保存 TES 点 PRP 我这个文件 写出位置 写出位置 对不对 这样叫做什么 TES 点 TPR 对吧 叫这个文件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搜紧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再包含一下 Include 包含 什么呢 是 Headr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头部文件 包含 你的包含进来 如果头包含进来 是不是上面有这个 对吧 刚才有可能是编码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写一下 Include 包含 Fotr的TPR 文件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块有 方安的妹子 因为只好 对不对 中间我们就可以写什么 是不是便利表格的代码 对 你看 Pable DVDR 边框等于 AR 是 ALI基因 合力 变成 然后宽度等于 只好来个800 就够了 对不对 一个表格 然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 smart里边 什么换成货位上 是不是loop 换成货位上 然后前边 当然这个证则 大家有可能看的 不太明显 对不对 为大家直接用就可以了 怎么用 你看 标签开始是loop 对 以这个开始 就要以这个结束 loop 当然我这里边写的时候 你加空格都可以 看到了 对不对 我家也可以 loop 然后这话 就是咱们要变定的数 对不对 对 users 对吧 变定上什么 辨设 user 每个用户 对吧 每个用户是排的数 对 对吧 然后 但是我们这块是整个表的二位数 续换一次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天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里边 在loop users dlf u 变定是某一个项 对不对 对 因为这里边还是一个小的一位数 对 然后里边是一个td 鞋 然后我们这块放上帮 dlf u 这样的话每一个值是不是就有了 看我们可以线套写这个路况 都可以的 都是支持的 我刷新一张 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 现在这里边没有任何prp的代码都是rtm对不对 这种也是标签的用法 对吧 所以美国学写的特别容易 而且那种大块破气那种的话 是不是逻辑于分结构了 这种对不对 这相当于块标签的用法 很简单 大家只是了解一下就行 对吧 当然了smarty里边有的 他们有loop 听懂吧 这是咱们自己定义的 说你可以改成任意形式的 能不能使用一副语句 比如说 判断 如果是 某一列 假如这里边的 这一列是性别 对不对 红男绿女 要什么 女的变成绿色的 男的变成红色的 其他的职能 要的变成蓝色的 信不信 对吧 所以首先判断 那我就得判断什么 这边是有一个用户 那我们这边能不能获取出下标了 这边也支持咱们这程序 对吧 也支持获取下标 咱看一下程序出不出错 这有连码的问题了 那就直接判断值吧 这样 我可以直接在这儿 写上 如果 对吧 高尔夫优 等于什么呢 等于NV 女 我们就要 输出TD的时候 TD的时候 我们叫它是Color BGColor 我们要等于GREN GREN 好吧 然后这里边还可以使用否则 你看 否则 我们这里边就给它什么 要TD BG Color 等于 应该是否则如果 对不对 DLVU等于 NAN 南 那我们就让它等于R1D红色 对吧 再否则 否则我们怎么拿 就让 这个TD变成 对 对 嗯 就写这两个就可以了 再其他就是TD可不可以 再否则就TD 然后我们这会儿再来一个 否则如果最后师傅得来一个 斜盖一方 对吧 现在是 如果这个值等于NV的话 就对 当然我没判断哪列 对不对 我们试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这样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一副语句是不可以用了 嗯 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吧 对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 这个类里边提供的功能 现在我们拿这个功能去分析 你看一下 这是 美工人员需要执道的语法 就这么多 包含 针对这个模板也行 咱们自己写的模板也行 对不对 包含 循环辨率数组 对吧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 像简单的一副语句 就可以了 对不对 而P2P程序 还是原来的P2P程序 对不对 只过的包含 smart引擎 去用一下而已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些给大家介绍的 自定义模板引擎 大家除了用smart之外 你可以用任何开源系统里边 或者自己总结写的模板引擎 对吧 你写的二三百条代码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模板引擎 就算是咱们讲smart smart里边就有100功能 你有可能也只用二三十个 对吧 对 所以还是用一个小一点的 精一点的 这样的模板引擎还是比较好的 smart确实现在做的有点大 对不对 但是官方的 咱们学模板引擎的 尽量学的是官方的 但是你用来的 你可以随意 最主要的知道模板引擎的作用 对吧 所以咱花了这么多讲课 专门介绍的就是smart的作用 就是模板引擎的作用 咱们只是拿smart的举例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些课我们就这样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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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